那我們很高興今天要請到那個 那個利瑟斯諾倫宏的莊老師 對 請大好 我可以簡單講一下嗎? 好啊 就是那個我們有拿到那一本故子 就是我們有拿到這樣一個冊子 然後我就發現說 牆次目擊中 你說有這樣子的一個形犯嗎? 真的太神奇了 我們再往裡面看 原來是綠色行動聯盟 他們為了要把這樣的對我們土地的關懷 這樣的意見 透過這樣的搶次 希望大家可以來邀約 那我當然想說一定不能錯過這個機會 為什麼呢? 因為講到這個核電 我就要講到那個大概20年前 大家還記得那個李義雄先生 他發起了什麼? 核四公投有沒有 核四公投苦心 那時候我就有帶我的小孩 去苦心 就是那就是環島 所以到嘉義的時候就帶小孩去接這個路程 那我是一個人跟他們的團 是到那個宜蘭 從從哪裡? 從基隆吧 晚上夜行到隔天早上到台北市的中正面 以前我們叫中正面 就是晚上夜行 晚上夜行 那一次給我很大的一個震撼的教育 因為我告訴我自己 我這個一路上我一定不坐那個 他們中間會有開車體力不支的人可以坐車 但是我不要我就一路走 我就走到 偶天天亮 然後剛好到台北市 那這個聖夜的核四公投苦行 我有寫了一天文章 那也投在那個 那個長老教會的那個 他們的周報裡面 那我在想說 通過核四公投苦行走到現在 核四還是要繼續蓋了啦 這個核四還繼續在變啦 那到底何事 這個核能跟我們的生活 跟我們這個土地 會產生什麼樣的正義性的關聯 所以我們就特別邀請這個吳宗宜老師 今天來跟大家做個夥席 所以呢 來 大家也有一個掌聲 來 歡迎吳老師 我先自我介紹好了 我們 我們正是綠色公民行動聯盟 從他的培訓去年培訓的總指獎師 他培訓四十幾個人 那背後有二十幾個月 二十個月 所以他有套餐出來的 到 可以說這個所謂核電問題 然後反而核物議題 然後我們主要在三十個月 全台灣兩個共 然後就假日 然後就晚上 那我也是 沒什麼 如果有上班的人 如果有上班的人都暗時 派下去 那沒上班的人都 在我們上班 對 那我們基本上就是 對一個 針對 主要是針對核電問題 還有核事 然後台灣到底可不可以繼續做 來討論他的未來性 我等一下再講台語 您少年要講 你聽得懂嗎 OK OK 你是北部人 北部人 客家人 喔 客家人 哪邊呢 潘野 美龍 美龍 美龍是西天的嗎 如果美龍跟 桃野有點不一樣 對 我是中立的 不太一樣 我聽過 有點不一樣 相互不一樣 有一點差 對 有一點差 我稍微聽 大概聽得懂 但是不太 不是一般用語 我敢換 不一樣 他們台語都不會 聽得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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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OK 那 像我們受訓的人 基本上 我們那時候鼓勵一受訓的人 大部分都是社會團體跟學生 那大概只有像我 像我這樣的上班族 沒幾個 三、四個 算一算 除了當獎師 啥啥事業 其他都是學生 或者是NGO團體的人 其他NGO團體 對 或者是有一些學校老師 或者一些 對 大概是這樣 我研究生、大學生 研究生 像我金融師輩子 比較久 像我的比較少 那我本身是在製造業工作 那我也在金融業做過 對 每個人都做過 金融業都在顧 那我第一個領域是 專長是在商科的 財經管理 第二個領域是在科技 科學哲學 科學社會學 那兩個影片好像一樣 那但是 在我們在科技哲學 或中間來探討核電 或整個 包括核電 或其他的科技問題 剛好是我們最本行的 就是說他在講 整個台灣科技發展的問題 還有科技產業的問題 還有科技本身的問題 核電也是裡面的一種 所以這個剛好碰到 我們的專業很適合 這個就非常對我來講 是非常professional 就是我們的 我是清大歷史所謂 科技與社會組 科技與社會組 是一個很新的 你三、四十年而已 他專門探討科技問題 那核電只是他裡面 OK 開始 這個核電是一個 表示說我們的關懷起點 其實是台灣 從歷史上來看 有文獻紀錄來講 台灣應該說 不是啦 18年 應該說出展路 但是有文字的紀錄 其實是荷蘭時代 荷蘭時代 誰把他時代 所以我以1636年 荷蘭西東印度公司 第一張台灣全土作為開頭 這個是我們關懷 我們自己的互相的一個起點 這個是西方最早的一張圖 對 台灣全土 然後這個是 所以以前台灣是躺的 這沒錯 OK 所以這個做起點 這應該沒錯 台灣就是 不然我們自己的起點 你這人都不顧 你只顧這兒不顧一錢 沒有未來的 然後跳 整個跳躍的時候 猜到我們在講核電的東西 其實核能核問題 跟核子武器的關聯是比較大的 從1945年 其實起源是最大的 最起源是1945年 二次大戰的那個時候 迪羅西馬 往島 其實才有打氣板 到年底的時候 大概一年年大概死了14萬人 但是其實二次大戰 其實丟這兩個原子彈是多的 因為日本其實要投降的 美國其實是想試驗原子彈的威力 他剛好拿那個戰敗國當試驗品 他總不能拿自己國家來試 所以日本的那些 民眾是很無辜的 但是那時候後來的歷史解釋是說 那些人是好戰陣子開死 廣島 又給他翻牌個罪名 廣島是最喜歡侵略別人的 侵略最好戰的 這是 然後我們就接下來的 對核能的最有印象 應該是1986年 其實之前是一個1979年 那是三里島 但是三里島事件的事故 沒有嚴重到像1986年 大概知道我講的是車諾比 車諾比之後 你看 他的整個都市全部都空掉了 沒有人 不能住人 然後那些救災的那些車輛東西 全部都受到輻射污染 他們都丟在那個廢棄的土地 沒辦法 沒有人能靠近 這是核子災難的下場 那今天有講的一些重點 大概說前面是講歷史 講的重點是在關 主要是說胡胡適瑪 胡胡適瑪的整個後遺症 他的情況 他在講到台灣的核電跟環境的關係 然後還有台灣核電的問題 內外部的問題 然後第四個是 用比較性的觀點來看浩劫 核災這種浩劫 那我們還有什麼其他浩劫可以來比較 用對勝事情比較 讓他知道核災嚴重劫是什麼經驗 不過你只有看一種 你不知道他到底怎麼樣 那最後是核電給我們的歧視 這個歧視這個是有點反諷的意思 有點諷刺 那三音應該大家都有印象很清楚 他這種東西就是 因為四個反應 四個機組 一、三、二號的機組 他都複雜 那四號機組他沒有複雜 因為他會停爐 但是他的冷卻池水燒起 那那個燃料棒使用過的燃料棒 因為沒有水冷卻 他會一直升溫 他會繼續衰變 衰變會產生熱 所以他最怕火災 如果火災也會停爬 他會更嚴重 因為他那邊整堆的燃料棒 更厲害 然後輻射層其實可以飄到250公里外的重心 其實紀錄最高好像到450公里 當時一般都講250公里 450公里 然後他最嚴重就是說 四部反應如露部障 如心融毀 可能有融穿圍柱體 到下面去、外面去 找不到 所以大量的輻射物質一直外泄 到現在還是持續在外泄 所以在福島附近的一些切到的輻射 那個量還是很重 都幾萬倍克 並沒有降下來 沒有說水的時間 過經過一年還有降下來 所以這是太陽重的地方 這塊也1234號 那他這個保護 我們看看 不好意思 對,有那個 大家可以看 他也1234號 那這邊是原子爐放爐的地方 爐心 那這邊是那個渦輪機 前面一陶前 這也是我這系列 渦輪機也蓋發電機蓋 原子爐要分開來 因為避免那個污染 因為原子爐可以給輻射 它本身在發熱過程會有輻射 它如果太直接影響到 那渦輪機或是發電機 它那個容易污染 更容易擴散出來 它盡量把它隔絕 不過因為原子爐的構造不一樣 隔絕的方式 隔絕的程度會不一樣 那這個地方就是擺那個 渦輪機跟發電機 所以它是從原子爐發熱 把那個熱輸送 從管線輸過來 然後這邊發電那個渦輪機 渦輪機運轉 然後帶動產生那個 那個發電機去發電 它再輸到外面出去 前面試凍 大家也不知道這試凍是什麼東西 來 無共感都不知道 那它的輻射最大威脅其實是對小孩子 還有一些後來的威脅 就是說它以百二來講 它是一年後症狀還慢慢出來 有的是十年後才出來 十年後 災後 轉嫁線五歸 十八年後 五十倍 所以不需要的事情 只有這件事可能要過幾年才知道 所以現在看不出來 政府會說你的癌症跟膚色可能沒關係 因為膚色實在是 實在是說它的影響不是水出來 看得出來 毒醫每個人都去做顯微鏡檢查 你檢查他的DNA 液腺體有沒有被破壞 不能不知道 不知道 如果過幾個月 然後過一年兩個月才會知道 比較會及早知道的是小孩子的反應 小孩子的那個 因為它的細胞分裂比較快 所以它受到輻射之後 它很容易重新連結 非常容易產生病變 它大了 年紀越大了越不會 因為它分裂慢 比較不定型 它這種切斷反應都比較慢 所以比較不會反映出來了 所以如果還... 這是我剛剛講的原因 細胞分裂的關係 廣島跟Hiroshima 跟Nagasaki的那個問題 就是說 小孩子被附了 他的死亡空間都是成長好幾倍 最嚴重是胎兒 胎兒如果孕婦被附過的話 胎兒大概就很容易倒死 然後以烏克蘭來講 他2011年估計 他的核災造成 該國大概有250萬人的死 直接或間接都是核災造成 很嚴重 福克蘭才有5千萬人 那他的污染 日本在核災後把那個食物 因為太子女羊污染了 沒辦法吃 而且變成說生產者 生技說要去影響到 所以他把那個污染標準值調高 所以他後面有很多 就在這裡 那個紅色的部分 他就是調高的 你看都比國外的高 國外40、90 他這邊因人100 然後那個色跟點 200、300 然後在下面實物的基準 500、2000 都比台灣的、美國的、俄國的更高 但是因為國民的抗議 他後來又調下來 所以他後來4月1號 去年4月1號又改回 因而乳品改回50倍 10.10倍 但是他應該都這樣穩定 因為他檢測的機器昂貴 那時候檢測機器很少 所以那時候有標準 定在那裡 但是人家都檢測了 他只會輸出 那我們台灣就要求了一些 我們台灣的法定基準 12千 那12千 那以前 烏克蘭剛出版的 1986年 那個口語 他定370 但是人家現在都降下來了 我們現在來370 但是去年7、8、9月 台灣還想把它調高到600 所以我們主部聯盟去抗議 所以都政府砍下來了 這個台灣真的很誇張 沒有投災的國家 結果他的輻射的容許量 竟然比那些有的在國下還高 比美國還高 所以日本紅色的都改掉了 這樣子 那以關山南岳 誰卑施陸之人 這些人沒有留意 出門的人 都好像回家 不回家 他原來是規定說 每個人一年是一個豪西佛 那輔導至少要有四、五百萬的兵 如果照這個規定人說 他現在要給他11、100萬少年 以太人還有百萬或老萬 所以他透過NG要協助 他也是無限或董造 因為政府 他政府不補助你疏散 你20公里內疏散 你才補助 20到30都不管了 你要自費 那問題是你疏散到別的地方 你工作什麼都沒有啊 而且你進階什麼都沒有 不要自己負責 照理說你30公里內疏散 或40公里內疏散 政府要全權負責 日本就擺爛了 日本如果能夠擺爛的話 全世界沒有幾個國家 能夠做得出 舒散這麼多人 沒有幾個國家 做不到 日本這麼福利 這麼好的國家都沒辦法 行政能力這麼強 這麼有錢的國家都做不到 其他國家沒幾個 他對農木業影響 他吃那個豬 他會變得輻射很嚴重 更嚴重是有機稻草 污染更嚴重 再來就是那個 菇類 香菇 湖 湖島200kg外套的 200kg的滴船 都是一樣的 到去年底最新檢測 輻射值也是這麼大 台灣很危險 因為一本是我們 食物最大的進口物件 我們其實很寬鬆 我們進口食物最多是日本來的 日本出口食物最多的國家 我在哪裡 可能是美國 第二季就是台灣 他的外銷的食品 排比第二季的對象就是台灣 所以台灣人體是日本的 海域的東西也是被輻射影響 漁民的東西都沒辦法維持生計 東西都售減的很低 日本政府幾乎是兩難 那個輻射會隨著這邊2.5度 要過來 因為他往東拖散 因為有一個黑草的地方 黑草的地方上來 到45度左右 因為地球運轉的關係 還有那個風的關係 他的陽嶺是往東的 然後這條路其實是以前的 大西洋以前沒有船 沒有那個動力船的時候 只靠那個風力的時候 西班牙從菲律賓這邊執民 然後他把貨 把東西 做船從那邊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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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那邊走 然後蘇國的那個洋流 這樣往北北過去 過去 所以那就是以前 在西班牙那可 PT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航線 因為他不用太多動力 他靠著風 靠著風就可以從 往這邊過去了 靠著風和洋流的方向 所以它現在的輻射也是到這個方向 但是最後一會擴散開來 因為這個海流到那邊美國 到那邊會折下來 所以到赤道上面又折回來 又慢慢又回來到這邊 循環這樣一個循環 但是它有的分流會下去會到南半球 所以最後都會撞出去 海外都會撞 所以你看黑尾魚 黑尾魚那種黑尾彎城 黑尾彎城就對了 因為黑尾彎城是海域裡面 研化最高的生物 它可以由8000公里 速度就來回 它可以從日本裡到日本 但是它沒有那麼笨 力流 它是順著也是順著洋流 它活動力非常強 它帶著那個輻射 輻射成90%落在山林裡 污染最嚴重 因為那個森林 森林經過雨水沖抓 會到下雨到城市下水道 那土壤如果把它逃掉的話 是可以除掉輻射 但是你這麼大 它也估計有這麼大的面積 沒有地方放 因為土壤沒有所在 2400平方公里 大概等於東京都 差不多這麼大 如果具有營養的表土 大概只有一公分而已 那一公分 那一公分的衣孩 是沒有營養的 政府不怕 一定要靠表土 那一公分的營養 那一公分大概一百年到四百年 才有辦法累積起來 所以表土其實是很珍貴的 動物 沒有人過 死的死 那對狗跟貓最可憐 因為狗是對人類最親近的 它非常依賴 跟人類關係很好 人卻把它丟在那邊 所以對它打擊性很大 牛 那些動物也是 這跟人親近性很高 因為有家序動物 家序動物 有差不多五千年的歷史 三五千年去養的歷史 所以它跟人類關係 其實演化的蠻好的 關係俗的蠻好的 這是福島附近的城市 空無一人 這是空 浮色胸 然後它的賠償很恐怖 你有賠償費用 就四兆了 台灣 我們一百年多的總預算 總預算 那民間四兆賠償是百兆戶的 它是國秀的估計 賠償之外還有儲物費用 儲物費用 你國外八百兆 漲年的日本人也算 它是東電公司之外 國會化 國會化就是全民買到的 所以這種 這種 這種核電的最後的中心 它如果公司有辦法不足 它是 坦都賺你的 人家一跳也是一跳 八十 所以日本人只能說 日本官員只能說 請大家共體實踐 全民欲稅除除 那這樣的現狀 它爐心融毀了 找不到 也沒有說 只能用機器的去找 另外核電廠還是不穩定 尤其四號藍料池 四號藍料池 如果水人不夠 冠狀進去 它容易再 產生凝界現象 它冷卻水會持續外泄 它到底哪裡有沒有補起來 不知道 所以汙染地下 海洋河川 那空氣其實會 輻射 會從空氣買出來 這就是你修理的工人 健康甘優 因為他們都找那個 比較可憐的 弱勢階層的工人 他們就賺錢就好了 所以常常高激量高危險的工作環境 防護差都沒有做得很完整 他這個人 他在做 還可以做太久 做做的 還可以做 他沒有他的中間 所以他的經驗 沒辦法累積 有一定化身的人 所以經驗沒辦法累積 像法國 法國的電廠 法國的電廠 很多工人也是出問題的 可是我們這邊新聞不會爆 也不會爆 不知道 那 誰來決定我們的核電 為什麼都是政府要開電 那當然是說 日本加上兩個海應爐啟動 有五十幾個已經停了 但是如果這樣可以繼續下去 證明說沒有核電 就沒有缺電 不用讓那些官員說 沒有核電 就是那個核電廠的位置 所以日本他這邊核電廠出了事 這一邊就完蛋了 他如果南部在一個核電廠出了事 他這裡就掉了 整個日本都沒辦法 這是日本的那個反核社會運動 日本人很少 他們在以前反核的運動 差不多幾百人而已 上千人就很多了 這個幾萬人 你想要搬動一下 太亮了 喔 對齁 想說一直都沒有 我們來看一下影片好了